一位一十八位的護理師 那就是配合就是區公所這邊 如果有需要救護 我們隨時都可以待命 蘇利颱風直鋪台灣 物風區公所一早就成立緊急應變中心 包括警銷 軍方等單位都進駐待命 面對較容易淹水的地區以及河川 區公所也已經聯繫各單位 提前做好準備 針對我們各溪流的這個 整個出口的數據 還有我們一些橋墩的 這些巡守員的聯繫 甚至沙包給民眾的這種領取 還有跟各里里長的通知 還有整個我們消防隊自來水 還有電信電力 我們都做了一個預防性的這種匯報 除了預先蘇菌 並在防洪部分下功夫之外 擔心颱風造成住家受損 職工所也提醒民眾 可以前往鄰近的緊急收容所 餐盒 不是餐盒就是用碗 就是要吃飯的話 吃飯用的餐具組 泡麵 尿布和睡袋統統都有 讓災民安心避難 紅色警戒的時候 那我們會透過我們的系統 會請我們的派出所 還是里幹事或里長 去做預防性的撤離 那我們有一個安置的場所 可能在就近的各里活動中心或是學校 我們會有準備一些吃的還是說安置的地方 區公所也提醒民眾做好防台措施